在那些经典的荧幕回忆中,我们总是忘不了那些曾经风靡一时的英俊男星 他们的面庞,就像是时间的印记,逐渐被风霜雕刻成了另一种成熟的魅力 但是,幸运的是,他们的魅力并未随时间消逝,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 他们的下一代,那些拥有着优秀基因的新二代们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这十位继承了巨星面貌的新二代们 拉夫洛,颜值至上的时代,拉夫洛,这位新二代的名字 仿佛注定了他将被聚光灯紧紧追随 他,正是全球瞩目的美男子求德,洛之子,背负着父亲的荣光 也承载着外界无尽的期许与审视 曾几何时,每当提及拉夫洛,人们的评价中总夹杂着几分挑剔与怀疑 认为他的外貌不过如此,难以企及父亲的风华 然而,时光流转,拉夫洛用自己的勤奋与蜕变 向世界展示了基因的强大魔力 近年来,拉夫洛勇敢地踏入了影视圈 他的外形与气质均发生了惊人的蜕变 虽然与父亲求德 落那深邃立体的五官和无可挑剔的颜值相抵 他或许仍稍逊一筹 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拉夫洛的面容中 依然融入了父亲的影子,那份不特的英国贵族气质 那份执着与纯真的交融,都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传承与展现 如今的拉夫洛,已不再是那个被质疑与挑剔的少年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与尊重 他是拉夫洛,是求德,洛之子,更是未来影视界的一颗璀璨新星 阿兰,把比安,德龙,有一双眼睛被誉为,把兰西神眼 他们属于阿兰,德龙,一个拥有太阳神阿波罗般颜值的男人 在那个没有滤镜,没有修图的年代 阿兰,德龙的俊老面容中带着几分神秘 每一个镜头捕捉到的阿兰,德龙,都是完美的 他的存在,就像是艺术品一般 360度无死角地展现着男性的魅力 而他的儿子法比安,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 白皙的皮肤和小鲜肉的气质,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与父亲相比,法比安似乎缺少了那份刚毅感 那份让阿兰,德龙在荧幕上熠熠生辉的独特魅力 虽然法比安有着不俗的外表,但要超越父亲年轻时的颜值 恐怕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生活的魔力 切特、汉克斯和柯林 汉克斯,在那个充满魔力的好莱坞 有这样一个名字,每当提起 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个憨厚老实的形象 阿甘,是的 汤姆,汉克斯 这位凭借阿甘正传 成为全球知名演员的巨星 他所饰演的阿甘 用一颗纯真的心,跑过了人生的种种坎坷 也跑进了无数观众的心里 汤姆,汉克斯的两个儿子 也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 长子格林 汉克斯跟随父亲的脚步 自2000年起在大荧幕上展露头角 虽然他的演艺之路还在起步阶段 但他的努力和才华已经让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而小儿子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没有踏入演艺行业 但他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中同样精彩 布鲁克林,贝克汉姆 在那片绿意盎然的足球场上 有一位巨星以其俊朗的面庞 醉人的笑容与优雅的气质 稳稳占据了无数人心中的至高位置 他便是英格兰足球的璀璨星辰 大卫,贝克汉姆 他的足球技艺超群 驰骋在绿音场上 如风般迅疾 如鹰姬长空 而他那独特的魅力 更是超越了足球场的界限 征服了全球的球迷 使他成为体育与娱乐两界交相辉映的璀璨明星 所到之处 无不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在这位巨星的光芒照耀下 棋子布鲁克林 对克汉姆一逐渐展露锋芒 自幼年起 布鲁克林便展露出对时尚的敏锐触觉 在三兄弟中 他以那份独有的帅气外表 和对潮流的深刻见解脱影而出 格外引人注目 身为模特的他 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俊美容颜 更从母亲维多利亚那里 承袭了那份眉眼间难以言喻的忧郁与呆萌 宛如一位从文艺电影中 款款走出的少年 令人为之倾倒 亚历山大 斯卡斯加德比尔 斯卡斯加德 国宝级的演员斯特兰 斯卡斯加德 他以其深厚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传奇 而他的儿子们亚历山大和比尔 也继承了父亲的演技基因 成为了演艺界的新星 亚历山大 斯卡斯加德 在《真爱如雪》中的吸血鬼形象深入人心 他的迷人魅力 让他迅速成为了时尚界的宠 尽管这样的成就 让他被贴上了特定角色类型的标签 但亚历山大从未停止过自我突破 他在每一个角色中都寻求着变化和成长 而比尔 斯卡斯加德 从十岁起就开始在荧幕上展露头角 在《头脑简单的西蒙》中 他饰演的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西蒙一角 让他的演技得到了广泛认可 随后 他在美剧《铁山树丛》中 塑造了一个充满诱惑力的吸血鬼角色 与哥哥亚历山大的表演风格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斯科特 伊斯特伍德 克林特 伊斯特伍德 他以那坚韧不拔的硬汉形象 深深地烙印在观众的心中 而显为人知的是 他更是一位导演界的璀璨星辰 才华横溢 他的儿子斯科特 伊斯特伍德 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 继承了父亲的艺术血脉 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 在演艺界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斯科特拥有一张令人难以忘怀的脸庞 深邃的眼神 俊朗的轮廓 每一个细微的动作 都散发着成熟男人的独特魅力 他不仅继承了父亲年轻时的英俊外貌 更有着那份不羁的个性与体帅的风格 让他在众心中不数一致 在最长的旅程 X特前队等影片中 斯科特凭借精湛的演技 像世人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不再是那个紧紧顶着 克林特之子 光环的新二代 而是好莱坞冉冉升起的新星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麦克斯 爱恩斯 杰瑞米爱恩斯 就像一杯陈年的威士忌 随时间的流转 而愈发显得醇厚深沉 他的脸庞 仿佛被岁月雕刻成 一幅英国绅士的严谨画卷 自律而优雅 然而 那双深邃的眼眸中 却藏匿着一抹不羁的脚下 仿佛随时会绽放出 颠覆常规的火花 令人无法预测 而杰瑞米的儿子 麦克斯 爱恩斯 则继承了父亲 那双仿佛能透视人心的迷人眼眸 每当他出现在荧幕之上 都让人不禁回想起 那位英伦绅士的风采 优雅而从容 然而 麦克斯的气质 却更加朦胧而神秘 如同夜空中最明亮的那颗星 既让人感到熟悉 又仿佛遥不可及 尽管麦克斯的演绎之路 始终笼罩在父亲的光环之下 但他却从未停止过 自我超越的脚步 他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 用实力 证明自己的价值 努力成为自己故事中的主角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特雷 史密斯 在那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好莱坞 有一位明星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天赋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全民偶像 威尔 史密斯 他的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的形象 不仅有着葱瑞的面孔 和完美的身材比例 更有着一副圆润动听的嗓音 让人难以忘怀 威尔 史密斯的儿子 特雷 史密斯 虽然未能像父亲那样 频繁出现在大荧幕上 但他在父亲的MV中的亮相 以及与弟妹合作的单曲 都展现了他不俗的艺术天赋 特雷的颜值更是备受称赞 被认为是家中的颜值担当 他的帅气外表和音乐才华 让他在新二代中独树一帜 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怀特 拉塞尔 库尔特 拉塞尔 以他炉火纯青的演技 与千变万化的荧幕形象 稳稳坐拥硬汉之王的宝座 他在大荧幕上自如穿梭 时而以光头形象惊艳亮相 时而又长发飘逸 举手投足间 无故透露出那份不羁的酷尽 让人为之倾倒 1986年 影视界的两颗璀璨之心 库尔特与戈尔迪 霍恩 迎来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怀特 拉塞尔 这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新二代 似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要走上演绎这条汤庄大道 继承父亲的艺术基因 近日 传闻怀特 拉塞尔即将加盟新版 《哥斯拉》的消息 犹如一股旋风般席卷了整个影视圈 令无数影迷激动不已 他们热切期待着这位年轻有为的演员 能在新的电影中一展身手 大放一彩 为拉塞尔家族去写更加辉煌的传奇 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怀特 拉塞尔将如何在荧幕上挥洒自如 展现出他独特的风采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比伦和帕里斯 提尔斯 布鲁斯南 以他的007形象成为了全球的焦点 那个身手敏捷 颜值爆表的特工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不朽男神 岁月流转 当年的007虽然已经步入暮年 但69岁的他依旧帅气不减 那份魅力仿佛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愈发传厚 如今 布鲁斯南的两个儿子 比伦和帕里斯 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 成为了新一代的颜值担当 25岁的迪伦 身高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米87 他那英俊的面庞和逆天的大长腿 早已在时尚界引起了轰动 被誉为行走的衣架 而21岁的帕里斯也不甘示弱 他的帅气外表和模特般的身材 正引领他开启属于自己的演艺之路 那么大家觉得这些新二代们 哪个更出彩呢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